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开悟姻缘很特别 龙牙居顿禅师是潭州人 洞山两界禅师的弟子 他是江西的辅州出生的 十四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后来就往松山少林寺收建 从此以后他开始策畅游方 遍禅禅师 当时唐朝禅风很兴盛 洞山两界禅师是潮洞中的开山祖师 潮洞中由洞山两界和潮山本籍 两位禅师成就潮洞中 那潮山是洞山的弟子 那有的人就说这应该叫做洞潮中 但是我们习惯都称为潮洞中 那这位龙牙居顿禅师是潮山 本籍禅师的同学 同参 他都是洞山的弟子 但是一开始呢 他并没有在洞山这里修行 他是策畅游方 遍参禅师 他就到了翠维和尚这里来修行 结果呢 翠维和尚都没有给他任何的指导 所以有一天他就去问 学人知道和尚法行一个月 不谋一法毁事 亦在于和 我来这里修行 修了一个多月 和尚啊 你都没有跟我讲一句话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要怎么修呢 结果翠维和尚 就回应他 你在嫌什么 龙牙居顿 一听呢 茫然 哎呀 我来请法 这师父还骂我 骂我在嫌什么 就不懂 越来越不懂 那不懂了之后呢 就去参禅 洞山良界禅师 他就把这以上的对话 跟师父报告 结果洞山良界呢 就跟他说 你怎么可以怪老僧呢 你怎么可以怪你师父 我已经觉得 这个翠维和尚 都没有骄 还骂我 结果去洞山禅师那里 告状啊 结果他又说 你怎么在怪师父 到底在讲什么 龙牙实在是不明白 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回来问翠维和尚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就切入正题了 我用话头来问 如何是祖师义 这个意思啊 就是如何是祖师希来义 当我祖师当时来 他到底要传我们什么法呢 祖师希来义 指的就是所有 祖祖相传 他的义指为何 翠维和尚说 来 麻烦你把铲板拿来 结果铲板呢 一地来 翠维和尚啊 举起来就打 龙牙禅师说 打击任打 要且无祖师义 他说打就让你打 但是呢 没有祖师义这件事情啊 这很重要啊 要且无祖师义 你打了就没有祖师义 结果 他就离开了 翠维和尚 前往灵际禅师那里 劈头就问 如何是祖师义 灵际禅禅师 跟他说啊 来 你把铺团拿来 龙牙禅师把铺团 递给灵际禅禅师 灵际禅师啊 一拿起来 就马上劈头打来 哇 最为和尚也打他 灵际禅师也打他 这个龙牙禅师的遭遇啊 遇到每一个师父 有骂他又打他 哇 这还得了 但是呢 龙牙禅师就讲 打击任打 你可以打我 要且无祖师义 又是同一句 那接下来呢 就有一位僧人 就问 东亚禅师 和尚行脚的时候啊 请问的这两位 遵述祖师义 为神而遵世 名也没 意思就是啊 你知道这两位大德啊 你请问的这个问题啊 到底是他们是懂 还是不懂啊 龙牙禅师就说啊 啊 明及明也 要且无祖师义 又是一句话 没有祖师义哦 那到底是什么 后来呢 就去参德山 见到德山的时候啊 龙牙禅师就问 学人掌墨斜剑 试取师头是如何 我拿着一把 弥天之剑了 要取师父的头 怎么样啊 这德山啊 就伸出脖子 准备啊 领受 龙牙禅师说 他头落地了 头落地 德山一听啊 就微微笑 微微笑 龙牙禅师呢 就把参访 德山禅师的这一段 音缘 就回来 报告了 冻山禅师 冻山就问 德山到什么 龙牙禅师说 德山无语 冻山禅师就说啊 莫道无语 却将德山落地头 称是老生 你的德山啊 不是头落下来了吗 你把那个头啊 拿过来 龙牙禅师一听啊 就知道 哇 自己啊 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就在 冻山禅师的座下 随众残起 从头到尾 大家都不是在现象上 谈禅论道 所有的表象呢 你能看得懂吗 看不懂 废一所四 道德也是三个磅 道不德也是三吨磅 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天 龙牙禅师就问 冻山禅师 如何是祖师西兰义 冻山禅师呢 就跟他说 带冻水命流 吉祥辱道 当下 龙牙禅师 就大彻大悟 大彻大悟之后呢 为了报答 冻山之恩呢 他就继续 指示 冻山禅师 八年之前 后来 就到 湖南 住在龙牙山的 庙祭禅院 开法接种 好 正孔大师 坐下 有图众五百余人 这是龙牙 居顿 禅师 当时 很多人 都在问 如何是 祖师西兰义 就这一句话头 参到底 很多人 也因此 而 等到 受用 龙牙禅师 他写的 很多的 禅门 祭语 都是一种 劝释之文 今天跟大众 分享 夫人 学到 莫 贪 求 开宗名义 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开悟 求 受用 求 改变命运 那 求 是在求什么呢 求一个 敬 求一个 满足 但是 这个世界呢 是 无求 自得 又求 皆苦 万事 无心 道 河头 你要跟道 相应呢 你要 万事 无心 道 吃一个 做任何事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随缘 而自在 但是我们 都是 做这山 忘那山 不管 在做什么 总是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过去心 我以前呢 有多风光 我以前呢 有多么的 无名 我们 的根性 是好 是坏 总是 被过去 绑住 未来呢 我现在 修了之后 会不会 有成就啊 要修多久 才会 得到受用啊 如果 在佛法当中 没有一个头 那我要 继续坚持下去吗 求行学佛 怕的是这个心啊 始终不安住 所以万物 要长绕 但是 但至无心 无心 实体 无心道 你要怎么体悟 这个无为法呢 你得要心 真的达到 无为 无助 无面 才能够 真的了解 什么是 无为法 你的万元 太复杂 每天 就是 攀缘 攀缘的心 没有办法 与不攀缘的 心之体 真心 相感应 没有办法 相应呢 重视 不断的 累积知识 不断的 追求 还是 没有办法 器物 所以 无心 实体 无心道 体的呢 无心 道 以修 你要体会 无心呢 你要修道的 这个道啊 也没了 也不可得 这一首诗 重点在 无心 很多人 参禅 修行 总是存着一个 想要开悟的心 多一面 想开悟 想得到 那就越难得到 越难开悟 但是 以往 大众的习气 已经是从 累积当中 获得成就感 有这个成就感 你才会有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结果反而呢 越学 越背道而驰 所以这一首诗呢 可以提醒 大众 莫贪求 但是 是不是 莫贪求了之后 就什么都不做呢 不是 什么都不做 而是在做的时候啊 随时观察自己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心 不管你是什么根性 什么年龄 什么身份 只要你长年的 去观察自己的心啊 慢慢的 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人 如果是透过他人的认识 他人的肯定 才有了自我感 自我的自尊 自我的肯定 那你永远没有认识到真实的自己 龙牙才师的开悟 他就是在问 究竟什么是真实的自己 什么是主须西来之意 什么是未生父母的本来面目 父母未生前 究竟我们是谁 我们来到了这个世间 究竟又是谁 长大在行住坐卧当中 那这一个又是谁 将来合上眼睛 你又是谁 如果不知道 就继续存着这个遗情 那知道了 明白了 就直下承担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用功 提念 照念 猜 念佛是谁 谁 谁在念佛